朋友分享了一篇青春本我劇评给我看 最后一句四小花女团 Aftercast 出道得太低调了吧 100% 说出我心声 今集又来个发开口梦 分享我和朋友幻想出来 星梦和 Aftercast 可以做的事 第一,拍广告 Aftercast 出道可以配合广告、商演、出席活动制造声势 有 TVB 作后台 TVB 自家品牌都可以用 Aftercast 拍广告 例如 Big Big Shop 配合圣诞档期、推广平台和节日产品 例如圣诞派对的食物、用具、布置用的饰物 甚至圣诞礼物 第二, Aftercast 的圣诞礼物 Aftercast 和星梦的对象 主打都是学生 圣诞派对一般都会有交换礼物的环节 可以推出一些100元的圣诞礼物套装 甚至可以推出 Aftercast 或者星梦的专属圣诞礼物 例如以下这一样 第三, Aftercast 的Single 既然推出单曲,要为今日回忆 可以再录一首圣诞歌串销 圣诞歌大家都耳熟能长 就像当年Twins 的新年歌串销 几乎任何活动都可以唱 播出了几年 圣诞歌串销足够洗脑 演唱会在职大派用场 当然要是舞曲,不要再做慢歌了 Single 可以在 Big Big Shop 发售 更可以推出两张送礼套装 一张自己要的,另一张送给朋友 甚至乎四张一套都可以 送给三个好朋友 情比金坚要为今日回忆 封面可以设计成圣诞卡 背面可以写个祝福给朋友 第四,星梦的专区 既然之前 Big Big Shop 也有星梦周边发售 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星梦的专区 专系发售各类星梦的纪念品 星梦的文具 任何文具,只要印上星梦队员的漂亮照片 都可以 青春本岸巨型海报 青春本岸月曆 12个月有单人有组合的 一套12张,你想不想买? 第五,星梦流动小卖部 Chantelle 的应援车很漂亮 其实可以整一架 星梦流动小卖部的小货车 在全港的学校区发售星梦的产品 又可以给粉丝打卡 当然,以上的提案纯属幻想 成本、牌照、时间都是一个问题 毕竟他们还是学生 工作时间有限 还有优先次序和各类因素要考虑 但无可否认,隔离台市场推广的确有一手 朋友说,隔离台一个经理人管十多二十多个艺人 TVB 一班经理人各人负责十多个 问题在哪里呢? 或者,TVB 过往一台独大 大鸡不懂小米 根本就不会去想其他推广和收入的来源 只要是TVB 就可以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这方面都比较弱 就连当年,剧集的VCD都是和其他公司合作的 而不是官方自己直接出版的 坊间有发售TVB周边产品的地方很少 就算想买,都不让人知道哪里有得卖的 莫说声梦或aftercast TVB 手上拥有的艺人多的是 帮他们推出周边产品不是难事 又可以增加艺人的收入 可以期间限定 一定知名度的限时限量 粉丝团都可以承接得到 不受销路 YES卡成这个抢手货 成本又不是高 有心做,绝对不是难事 在港媒普遍针对TVB 的今日 梓梅日渐色微 TVB周刊停刊 不知足够,没人会帮你 莫说肥水不留别人田 帮自己艺人造势 吸纳更多粉丝最终得益的都是TVB 红了要离巢的始终要走 但留在TVB的 眼见公司为自己做了更多事 人心欲造 你好,我好,大家好 平台,人才,TVB是齐备的 TVB要变的 除了节目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变 和需要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